又到暑期专场,之前为大家介绍旅途中和户外的小游戏,在外面玩什么都需要回到家中,特别是在最炎热的夏季,睡醒午觉后出去玩太热,在家里太闹,不然让孩子静下心理做几款手工,让孩子乐在其中,你也能轻松自在。 接下来会在暑期专场推荐多种手工,让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各自选择。 今天呢,给大家推荐关于贺卡的手工,为什么呢?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孩子什么都不缺,缺的反而是感恩,不懂得感恩的孩子可能,就会变成以后的白眼狼,而感恩需要怎么教导? 好,我想在今日比如父亲节,母亲节等,或者家人生日,孩子能送上一份礼物,那是最好的,这样让孩子学会爱自己,那送什么呢? 都说母亲礼仪咒,一份亲手做的贺卡是最好的,表达爱意之余,也能让孩子有动手能力,所以在暑期学做几张有创意的贺卡,到某些需要的时候,他能自己动手做一张送给亲人,是最美好的。 好吧,不多说,马上送上干货一堆,第一款,立体礼物和贺卡,小小的卡片,一打开,是满满的礼物,这样会让收到的人好惊喜哦,做法也很简单,只是把捡好的小纸片粘进去就可以了,小朋友一定能胜任。 二生日派对贺卡,气球是孩子一定喜欢的,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最爱的人,他也一定能感受爱意。 这款气球小卡片,色彩纷纷又理体,好看又简单,马上来学吧。 三小花盆贺卡,小小的花朵代表孩子对亲人的爱,把花送上是一种爱意的表现,这款小花盆贺卡可以说十分简单, 只需把捡好的卡质一张张粘好,年龄小的孩子可以需要帮忙,父母可以一起做,享受着属于你们的亲子时光。 四小蛋糕生育卡,生育怎么能烧蛋糕呢?把蛋糕都做在贺卡上,是不是诚意十足? 让孩子送上一张亲手做的蛋糕贺卡,你也来许个愿望吧。 五漏空新兴贺卡,无论对哪位亲人,送上一个爱心,你都会受到满意的笑容。 这款漏空爱心贺卡一定是你最喜欢的。 六杯子贺卡,小小的杯子,色彩缤纷,孩子们做手工之余也可以画画,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,能大大的提升我。 新彩色腰带贺卡,腰带孩子们都喜欢玩,一款可以随心贴的彩带贺卡,孩子们怎么能不喜欢玩了? 把梅花贺卡,喝完的可乐瓶子也可以作为印章哦,准备一张白色的卡指对折作为贺卡。 在上面用黑色水彩笔画出树感,用可乐瓶的底栅上颜料,印在树枝上,像不像一朵朵梅花,粉粉的颜色真是淘气啊。 这么多款创意课卡,有没有拿款和你的心意呢? 哦,应该是问问你身边的小朋友,让他们自己来做出选择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